台关四年没有执行死刑 法务部昨天晚上枪决四名死刑犯 催生刑刑的立委吴玉生说 他昨晚一夜难眠 虽然得知正义终于伸张 但是还是感到震撼 另外陆正的父亲知道死刑犯扶法后 也表示这是正确的决定 得知昨晚有四名死刑犯遭扶法 立委吴玉生心情很沉重 当初要不是因为他在立法院执行法务部长 掀起了台湾死刑存废问题 暂缓四年死刑 法务部不可能坚决 我内心虽然有心理准备 可是内心里面还是有点震撼 有点难过 而且造成了王清风部长的求职 辞职离去 我其实内心都蛮遗憾的 但是我内心一直认为我问心无愧 吴玉生对于春春死刑问心无愧 而对于拖了二十多年一直未定验的陆正案 陆正的父亲认为恢复执行死刑是迟来的正义 法务部长他这样子签署呢 这个符合我们的期待 连那个连死刑犯他都 他都认为说应该执行死刑 所以我觉得说 有些人啊 那有些那个废死联盟 他们的想法很奇怪 我觉得说我要送他们几个字 叫做天下本无事庸人自饶之 生命荷架 但是既然求其胜而不可得 法律有时而尽 已经走到法律的中头终结的时候 我还是肯定法务部 曾永复部长这样的一个当下的作为 我还是呼吁社会各界 哀惊勿喜 对于法务部执行死刑 吴玉生肯定法务部长曾永复的决定 因为除了能够抚慰受害者家属外 同时也能发挥贺索效果 明日新闻综合报道